子凌开麦 那今天呢我们在幸福心旅行的单元当中 我们要来聊聊就是呢 现在有很多地方我们都会去听到说 要做自我觉察 那到底自我觉察是什么呢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今天我们就是来邀请到了高雄张老师中心的推广讲师 吴富城资商心理师 哈喽富城你好 哈喽大家好 吴富城好 富城今天呢要跟我们来聊就是说 好像常会听到说有自我觉察这样的字眼 那到底这个自我觉察是什么呢 其实讲到自我觉察 如果说以 我自己觉得啦 就是以英文来说叫做所谓的self awareness 但是其实好像 好像都有一点难懂 所以我觉得可能以我的实物的经验上 我觉得简单来说是透过一些生活经验 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心情 想法或者是我很常做些什么 哦我觉得你讲的这个透过生活经验了解我们自己的心情 想法 还有还有你说第三个是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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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有需要这么做吗 对 其实我知道或许 对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可能 大家会觉得说 哎那自我觉察 其实也不需要吧 就人生过得 好好的 为什么要 就我每天就这样吃饭睡觉啊 等等这样子 看到人就可能会有互动 看到讨厌的人就不要理他 对对对 对真的真的自己讲的很好是说 对所以我其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是 我会在想其实以我的不管是在学校或者是说在 呃张老师的服务经验当中 其实我觉得 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经验啦 就是说 呃曾经有一些 呃可能曾经服务过的人跟我说就是 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哎其实好像也 人生就是过得顺顺的就好 对可是 就会有人说哎其实 如果可以透过像是 假设遇到一些心情不好 然后可以有一些专业的人员一起谈话 好像透过这个谈话我可以更加了解自己 比方说可能 可能我最常遇到的就是谈人际关系 就说哎老师啊 为什么我就是这么讨厌可能看起来很 就是我就是跟他没有办法很好 对然后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嗯对或者是我最常可能最近 呃天气也在变化啊或者是说自杀商的议题也越来越多 也最常听到的就是那 哎对啊老师为什么我好像 心情就是很容易不好 可是也没有发生什么什么特别的事情 但是我就是觉得好难过 嗯嗯嗯对 那这样的学生来找你的话你会怎么跟他讲啊 对如果说在学校的话 哇我最常会说哎那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对遇到什么样不开心的事情 他不是说他没什么事就心情就不好吗 对但是对子你讲的你讲到一个重点 但其实我发现哪很多 一开始都会因为可能在自我觉察的状态 比较没有这么敏锐 就是对自己的认识没有这么对 没有这么敏锐的情况下 大家会说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可是好像透过即便只是二三十分钟 甚至更长的谈话对 连孩子也会说哎老师我好像比较知道 哦原来我是不爽对方的 我就是觉得他讲话很很好比说很做作啊 或者是说对我发现他讲话的方式 很像我爸妈等等的 好像是用命令的口吻来跟我说话 就好像会慢慢知道我到底在意的是什么 哦是好所以呢就是刚 呃傅臣是说哈我们做自我觉察 要训练这个能力哈就是我们透过一些生活经验啊 会去想到说哎我现在的心情啊 想法啦行为啦好等等这样子哦 其实呢我就有想到说 呃像我们在看电视剧蛮常演的 就是啊有某人啊他就会非常的暴怒 很容易生气 然后通常这种人就很容易心肌梗塞中风 然后就送一篇这种剧情这样有没有 对然后我们其实也曾经有讨论过说 哎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比方说我也曾经尝试过好某某人 然后周边的某人他正在很生气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其实他生气的这件事情也很很 很芝麻绿豆蒜皮大小的很无所谓的事情 可是他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很生气哦 你你你你怎么会这么生气这样子 对然后他就说我没有生气 对对 真的 很常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也 所以他是连自己生气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对 哎梓霆刚刚讲到这个也让我想到说 对好像在如果对自己认识比较少的情况下 对可能我们就 我最常做的跟可能也会跟个人做的比喻就是像是开车 就好像是一个很 好像我们就是习惯的那个动作 但是好像少了一点可能不确定可能 就是一直直线的开到终点可是外面的风景等等可能没有注意到 好像就会很容易变得说就像梓霆讲的我连我再生气都没有发现 可是外面的人对可能甚至是伴侣呀同学等等都早就发现你好气的这个状况 真的很常发生 那所以知道就自我觉察 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差别吗 差别吗 对啊就是我正在生气 可是呢我就不觉得我在生气 可是别人都说我在生气这样子 对就是我知不知道我当下在生气 因为这算是一种自我觉察的一个状况嘛对不对好那是 对啊我知道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差别 哦好 哎对子李我觉得问到一个非常棒的问题 对我觉得通常我们讲到情绪这件事情的话 最常提到的是假设是知道自己的心情的感受的话 我觉得的确当下会比较难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他会有一些特征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的感受 对我举个例好比说生气的话我们通常可能在手部可能就会有握拳 甚至出汗的感受 对可是如果是比较 对啊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气的感觉 可能这样的状态会是好像比较停留在脑袋里 就是我没有生气但是他感觉不太到自己的身体的感受 对那我就会提到这一块我 嗯想说也想跟子玲分享是说 也跟对就是其实情绪啊 哎怎么说 我最常使用像是海浪或者是那种浪潮的比喻 对意思是说就是假设我们比较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情绪 其实只要感受到他他就会自然的像海浪一样他就会自然的过去这样子的感觉 是这样子哦 对对 子玲你有类似的经验吗 比方说比方说我我我在生气 然后我以前的状况可能是我常常都不觉得我在生气 那透过说这个学习自我觉察之后 我就发现哎 我可能在生气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发现了 然后我也承认说 哦对其实我现在对于这个状况是生气 然后他就像海浪一样就会过去哦 啊如果我不觉察他可能就不会过去吗 对 哦 哎对这对 哦 这可能的确需要一些时间 就一开始会觉得说 哈 老师你在说啥 嗯 对但是 嗯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最常听到的经验是 可能一开始来就会是对啊 我我很气啊 老师我没有难过啊 对方这样子欺负我 我也一样不难过 对可是好像透过可能跟他讨论情绪 比较接触到他的身体感受 或是讨论说 当我觉得很难过的时候 我会做些什么 好像慢慢可以贴近这项感受的时候 很多可能个案就会跟我说哇 其实一开始去接触这个生气 就气死了这种感受 其实很难受 可是到后来会觉得 下一次再发生的时候 我就知道哦原来我在生气 嗯 然后好像就也更有方法去 来调整这个情绪的感觉 嘿 哦 好那呃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要来做自我觉察 好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在 生气或是在难过的时候 好那是呃我只要生气跟难过的时候 来做自我觉察就好了吗 哦对 哎其实啊一般来说 不管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来做自我觉察 啊对像是指鼎当力道的生气难过或者是觉得很震惊啊 就是好比说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对主管讲了一句很夸张 很浮夸的言语 这个时候也是可以来做一个自我觉察的时候 或者是说像是各位可能如果有之前前几年不是有一部那个影片 叫做脑筋急转弯嗯嗯 他里面提到的那些哦 主控台的那些情绪感受也都是可以来做觉察 还有像是觉得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对可能强度再强一点是觉得有一些羞愧或是觉得丢脸的感受 嗯或甚至是像是害怕 就最近好像又有台风要来等等的 嘿害怕不安的感觉 嗯这个时候都可以做自我觉察 那那这个时候呃来做自我觉察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来做然后他会有什么好处吗 是就像对我觉得我自己我自己在食物工作 或是在跟人简单互动的时候 我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用心情来做切入 那他的好处可以像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情绪其实就像海浪一样嗯对就是当我们承认 我的感受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会离开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好处就会是对他就是很很 嗯可能当下会不舒服但是实际在经验他之后多办我的个案 不管是成人或者是孩子嗯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 跟我说哇我觉得我好像比较有活着的感觉而不是对就是每天我就是呃过着生活这样子而已的感受嗯嘿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好处可能是我个案分享的这样子的经验 会有活着的感觉对哦是活着的感觉哦那还有什么好处吗好处嗯我觉得第二个的话就会是我好像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什么意思就好 好比说对假设我觉得主要是我自己家人的经验啦对就是我的家人可能也是跟子凌刚分享的经验就是我常常就是没有感觉到我很生气啊嗯对我就是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后来呃这位家人跟我分享的是说他说好像比较开始认识自己的心情感受 有一点点自我觉察就是知道自己在气什么之后他说我觉得除了是情绪好像有活着感觉之外他告诉我他好像比较可以跟他的爸爸妈妈沟通比较可以知道怎么样说出自己的心情让对方了解而不是好像就是可能就是也很辛苦啦就一生气可能就口不择言对方了解 对口不择言就直接抢出去然后大家就互相伤害对对相爱相杀的状况是是是是是哦所以刚刚呢就是呃副成人心理师有讲到说哈我们做自我觉察的话呃呃你这边所搜集到别人大家的一些经验比方说会有比较有活着的感觉啦然后呢像这些情绪啊不舒服的状况他就会比较快的过去像海浪一样 好然后呢他可能因为有自我觉察所以呢他也可以有了很多不同的选择比方说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家人他就可以比较快的知道说哦我现在是什么状况然后跟他的呃父母亲哦或其他家人在沟通的时候他就可以去做更多的选择去把话好好的讲出来这样子是是啊还有其他好处吗 还是我们要继续问别的好处吗我不想讲对对对对嗯嗯好像差不多了嗯哼是好那我们再来请这个傅成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刚有提到说哦做自我觉察这些好处啦好啊我什么时候来做啦好为什么要做那自我觉察他有哪些面向呢是对我觉得自我觉察在面向上感觉好像听起来蛮 嗯嗯抽象的对但我觉得以具体来说我觉得可以是跟人互动的时候我觉得会是最能够可以觉察的时候嗯好好比说可能我在学校工作经验最常遇到的就会是学生就会来说啊老师我跟某某某相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就是我好像不知道哪里卡住了 我就是不知道的开情吧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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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常的更 Вс而aps地就是嗯嗯嗯所以一样的心情感受嗯嗯哦我们可以觉察到说哎对我到底呃怎么看他的或者是说当我跟他相处的时候嗯我容易有什么样的心情感受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以切入的面向嗯嗯哼哼哼哼呢是很有别的吗嗯哼哼的嗯哼哼的是我觉得是很有 Cause 像是如果是青少年階段的话 会是人际嘛 那我觉得最常我们在处理的状况 也有可能像是亲子的 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的爸妈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谈到好比说谈到金钱 金钱观或者是感情的想法 价值观就很容易不开心 对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些层面上都是可以做思考 以及来想想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好那另外呢 这个自我觉察的一些面向 就是两个部分就对了 是 跟人互动啊 然后呢可能比方说在家庭里面 可能就常会去遇到这样子 对啊 对 好 那最后这边呢 要问一下傅程心理师 就是说 其实我们难免啦 生活就会遇到一些心情不好啦 或者是说呢 有一些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怎么了 就是觉得好像怪怪的不顺 那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求助的管道 然后可以来帮助我们更好一点呢 是 我觉得通常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我们在台湾全省 有一个非常棒的资源 就是1980张老师的专线 对里面有非常 就是专业的人士 是可以跟我们一起 谈谈我们的心情 我怎么帮助自己 跟认识自己的方式 是 好 那就是大家可以 有需要的话 就可以拨打1980 这个服务的专线 这是张老师中心 全省各县市都有 这样子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是今天来谈到 自我觉察 那么先来了解 认识说 现在很流行 都在讲自我觉察 到底什么是自我觉察 我们今天就要谢谢 高雄张老师中心的推广 讲师 吴富城 自伤心理师了 谢谢 谢谢